街道上 小英正焦急地寻找着阿空的去向 忽然听到火影办公室方向 有破窗声响起 抬头看去 闹出这动静呢竟然是空 在他身后 名人正紧追不舍 正当此时 周围的灯光突然一盏盏熄灭 整个木叶村 刹那间被茫茫夜色吞噬 所有人一时不知所措地呆立原地 而人者们反应迅速 在灯光湮灭后不久 半空中黑影传动 一道道身影 坚定地朝着火影办公室的方向飞掠而去 联想到破窗而出的两人 小英也急忙冲向办公室 刚好撞上了从办公室出来的钢手 此时 钢手正忙着找各位队长商量对策 小英看到办公室里一片狼藉 被吓了一跳 到现在为止 他还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钢手投也不回地说道 空刚才来行刺我 听到这句话 小英震惊不已 在木叶公然刺杀火影 这就意味着 空对整个木叶宣战了 村里的人们也有些坠坠不安 毕竟如此大规模的断电 太不寻常了 但出于对火影大人的信任 大家很快就安定下来 此时 木叶村的主力都被派去 渔人村附近执行任务 在村里待命的忍者并不多 如果仅仅是断电 也没什么大不了 但联想到空刚才的刺杀 钢手意识到 事情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说不定背后 有什么针对木叶的阴谋 想到这里 钢手果断宣布 全村进入二级警戒状态 听到钢手的决定 忍者们面面相去 只有在战时 或者木叶村受到安全威胁时 才会发布警戒命令 看来 今晚将有大事发生 根据钢手的安排 众人分成三队 分别前往不同方向 而阿斯玛则被钢手单独留了下来 钢手将空刺杀自己的事情告诉了他 并命令阿斯玛 立即抓捕空 此时木叶大门处 河马带领不动 不冤 不封 魂魂而来 四人直接无视 木叶警备部队的警告 禁止朝大门走去 警备部队虽然人数占优势 但是奈何实力不在一个层次 反倒被四人打得溃不成军 河马等人来势汹汹 众人已经接近木叶 不冤立马动手施展出结界 结界门户封术 八门闭锁 四个方向同时升起高大的石门 将木叶与外界完全隔绝 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钢手明白事态严峻 木叶已经面临巨大危机 与此同时 紧急让陆湾过来商讨战略 另一边 明人和空还在你追我赶 看到四处生计的结界 明人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门处不知火旋间等人 也明白了几方现在的处境很被动 此时河马四人 随着一阵强光出现在了大门处 对着木叶众人 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那就是 建立一个以大明为中心的 繁荣昌盛的火之国 火影的存在 已经威胁到了大明的地位 因此必须在这里抹掉 而作为火影虔诚的信徒 木叶村的所有人 都将成为火影的殉葬品 今晚整个木叶将不复存在 只不过仅凭河马他们 怎么可能是整个木叶村的对手 不动再次施展出土盾有违转变 把之前屠杀过的死者忍中 全部搬运了过来 这是土盾的终极苏生术 死尸土壤 就像某种塑料杆满满的转生术 当然并不是完全的复活 更不像灰土转生那样 将死者的灵魂召唤出来 而是将它们变成了 只会听从命令的行尸走肉 这些丧尸身体笨重 也不会施展忍术体术 但是盛载人数众多 看着丧尸成群结队地涌来 大家只能各自为战 但是处在两难之间 自己明明已经跟空建立了友谊 可他偏偏却要刺杀刚手婆婆 名人质问空为何要这样做 空却说是木叶想要抹杀自己 他只能先下手为强 但名人深知刚手的为人 毕竟这位活影可是自己请回来的 他解析 无论如何 刚手都不会为了村子的利益 去牺牲掉空 但现在的空已经被河马洗脑 听不及任何人的劝告 两人正僵持不下时 空突然停手 原来是阿斯玛出现在名人背后 再次见到阿斯玛 空不禁开口大骂阿斯玛是叛徒 并用玉来形容火影和大名 听到空关于玉的说法 阿斯玛瞬间想到了 当年守护人十二世分类的原因 如此相同的言辞 如此相同的语气 难道说现如今 还有继承那政变一致的人存在吗 阿斯玛渐渐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联系了起来 进而推测出这些人的目的 无差别屠杀 他们要毁掉整个木叶村 阿斯玛意识到被盗的四具尸体 北紫 南武 东莽 西都 这四个人都是曾经的守护人十二世 并且他们有着相同属性的查克拉 一旦这四个人凑齐 就可以使用威力惊人的组合剂 雷梦雷人 这个忍数足以摧毁一切 听到阿斯玛的话 空惊恐不已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虎人的目的竟然是歼灭所有人 他以为目标只有火影而已 空随即转身离去 他要找那个男人当面问清楚 而名人则继续紧跟其后 事实上正如阿斯玛所想 和马的大杀招就是四个人的组合忍数 此时丁次 小李 景也等人终于赶到大门 看到数量惊人的丧尸也被吓了一跳 阿斯玛深知情势危急 自己一人不是曾经那四位同伴的对手 尽管他们现在已经死了 但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幸好路上碰见木叶丸三人 便委托他们去找其他人帮忙 因为四人的组合忍数需要大量电力 所以他们一定会出现在发电站附近 不出所料 当阿斯玛赶到发电站时 四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与大门处那些没有意识的丧尸不同 他们的灵魂被召唤了回来 虽然只能听从施术者的命令行事 但都拥有自己的意识 见到曾经的队友 阿斯玛也不免有些难过 毕竟自己当年一直与他们并肩作战 但就算如此 村子的安危远在个人情感之上 他必须再次做出选择 另一边 名人再次追上了空 并试图唤醒 已经几乎丧失理智的他 但空的心里始终认为 阿斯玛是背叛者 是受到了火影的指派 而杀死了自己的父亲 所以火影也是自己的仇人 火之国正是因为有两个核心 才导致争斗的火种经久不息 自己的父亲也因为触犯了火影的地位 才被暗杀 而阿斯玛最终选择站在火影那一边 回想起之前 阿斯玛对自己的种种 如今看起来竟然都是欺骗 但即便如此 空也难以接受那个男人 用毁灭整个村子为代价 来完成自己的报复 因此他一定要去问个清楚 名人得知阿空 竟然与想要毁灭木叶的人联手 气急败坏之下 斩断了空的爪钩 但他不忍心看着空就此沦落 名人的嘴盾刚开始独条 空知道再这么下去 自己必将被名人融化 于是倔强的咪咪嘴 站起来就跑 起身想要追赶 不料一道身影突然在面前浮现 拦住了名人的去路 抬头一看 正是那个强吻自己的女人 不疯 名人不禁一阵头皮发麻 这个阴魂不散的老阿姨 怎么这么喜欢黏着自己不放 不疯也是一副非你不嫁的样子 死活都要占据名人的身体 再说阿斯玛 终究是曾经的队友 并没有一上来就动手 而是先走程序 见面寒暄一番 谁料 北子一人拦在他的身前 其他三人分别向三个不同的方向跃去 北子身体并不受自己控制 见阿斯玛想要阻止几方失术 连续两个雷电滚滚 把阿斯玛轰出去老远 此时大鹤与小鹰终于赶到 眼看援军来了 阿斯玛急忙委托两人 去拦住另外三人 原来雷梦雷人需要四个人 从东南西北四个不同方向施展 树中的原子弹 小鹰和大鹤一听就知道 大事不妙 赶忙分头行动 去往不同方向 而阿斯玛则留下来 独自面对北子 另一边 名人再次被不风追得上蹿下跳 这个女人实在太热情 名人心中大定主意 竟然被佐助夺走了初吻 又岂能再委身于他人 不风能够使用五种属性的查克拉 五种忍数相互配合起来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打得名人哭爹喊娘 小鹰与大鹤两人 分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追去 正在前往目的地的三人 周身能量环绕 雷属性的查克拉 在他们身上 汇聚成了极有辨知度的雷电 很容易找到他们的位置 眼见就要追上 面前的地貌突然改变 大鹤面前站定一人 正是上次 与自己没分出高下的不动 不动擅长使用土盾 且一身童子弓 练得炉火纯青 浑身上下刀枪不如 大鹤甚至此人很是棘手 随后两人你来我往打在一处 只是对方太赖皮 大鹤陷入了苦战 另一边 小鹰剑步如飞 眼看自己距离雷光越来越近 突然之间 几只苦无从暗处飞了过来 小鹰见状连忙闪身躲避 一番交手后 谁知小鹰刚一落地 周围的岩石突然像活了一样 迅速闭合起来 将它困在了中间 随后沿阵处 站定一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正是不远 大门处丧尸大军越打越多 长言道 豪虎架不住狼多 木叶众人虽然个个都身怀绝技 但敌人已经形成了 以多打扫的局面 众人再次陷入古战 阿司马虽然雄心壮志 但卑子死的时候年轻力壮 如今一转眼过去这么多年 相比于曾经的同伴 阿司马一世不复当年风采 只能默默感叹 岁月是把杀猪刀 空终于找到了 整个世界的幕后主使 面对空的质问 河马并没有隐瞒的意思 直言自己就是要亲手毁灭木叶村 当然 其中也包括了火影 看着眼前丧心病狂的男人 阿空忽然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想法 是多么的天真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